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逢低少量的买入黄金 那么除此之外 石油方面呢波动不是很大 目前呢一直是在60美金上下徘徊 英国原油 在购买市交易呢 英国原油买涨是有一定利息 这个呢收益是每天会给大家的 所以说呢不同的交易品种 我们要看到它不同的这个利息的一个属性 进而对我们持仓方向有利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可以持有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个大的概念 就是说什么行业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能够产生一个未来五年左右 我们大家可以从事的一个职业或者一个行业啊 或者这个行业里面有可能爆发出更大的一个回报的股票也好啊 公司也好 那么以上呢啊就是在去年到今年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部分呢金融投资领域啊 大家看到就是医药行业或者消费类的 包括银行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在未来呢哪些行业还是不错的呢 啊这个时候就要看大家的需求 那么我给大家就是介绍七点啊七个行业 那么第一个排在第一位呢 原来都是女性的消费 不管是从服装啊衣着 还是我们用的这些化妆品啊保健品等等的 包括我们说的这些面膜啊 因为现在呢感觉有一个啊小帖子说的比较不错啊 就是啊智商税交的很多 那么女性在面膜上的消费呢 可能十年二十年积攒下来就是一套房子的钱就花掉了 但是呢真正的效果却不是很大 但是呢这一类产品啊 我们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公司能够去投资啊 很明显在美国呢就有很多类似的上市公司 比方说亚世兰单 那么在GoMarkets呢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买一些比较优质的美国股票 作为快销品的亚世兰黛这一类的公司呢 在长期看的话 他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呢 是他的消费群体是逐渐扩大的 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大家消费力不够的时候啊 大家发现啊 买一个口红 买个有品牌的口红 都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那么到现在大家的消费力啊变多了 原来可能有一万个人买得起 现在呢可能有十万一百万人能够买得起 第二呢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个体购买力也有极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呢他相当于是一个乘数效应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了 现在买入的人数多了 那么同时每一个人啊 可能以前我们一年只买一只口红啊 或者是一件化妆品 现在呢我们一年可能买好几套啊 或者是跟男朋友跟老公生气啊 一生气了啊 自己一怒之下买了二十只口红啊 自己掰着玩 那么如果是啊男性送女性 或者追求一个女性的话 他也会送类似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就会成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长 所以他的市场呢就不是一个直线上升 而是一个指数型的上升 所以大家看一下过去几年 尤其是美国啊 这些上市的公司表现都非常不错 还有一类呢是什么呢 啊是这个香包类的啊 比方说LV啊还有爱马仕 前段时间LV首购爱马仕啊 在二级市场上这个战争 金融战争打得火热 那么这一类的股价在过去三年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啊 或者是去买一件东西觉得不错的时候 那么一定要想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件物品背后有没有一家公司是上市的啊 那么他未来前景是怎样啊 有没有更大的一个需求的释放 那么什么是线性的增长呢 像我们说Testra啊 这种公司呢就属于线性增长 所以呢它的回报率不是很高 那么指数增长的回报率就是非常高啊 这个呢有一点互联网效应 就是放大 并且呢两个成数 两个参数都在同时放大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男性的需求 除了女性啊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半人口呢是男性 男性如果是需求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那么对行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传统的男性需求是在汽车行业啊 像一些手表 那么现代的来讲 对于80后90后00后来讲 大家更多的需求是注重在啊 个人的一些比方说衣食住行里面 那么这些男性在过去的一个需求不是很高 现在慢慢的释放出来啊 现在比方说国内00后都叫精致的啊 主助男孩 那么精致一个词在整个行业里面 它的提高的频率就非常大 所以呢大家在选择行业和公司啊 买股票的时候就要去看一下 有没有公司在这个行业 这一个板块里面有领先的地位 像亚什兰黛这类的公司呢 它不需要太多的研发产品啊 它只需要换一个包装啊 换一个名字 基本上呢又是一只啊 一个新的产品 所以呢啊 以上呢就是女性和男性 真正的在新实际啊 就新的消费力面前的一个需求的释放 那么第三类呢啊 和第四类又是对立的 那么第三类呢 就是富人的这个消费需求 第四类呢就是求人想要翻身啊 作为我啊比方说我这种穷人 那么钱不多就想赚更多的钱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又会发现我赚什么样的钱呢 就是说阿里巴巴这种公司啊 小米公司 那么阿里巴巴呢 大家也是可以交易的 在双十一来之前呢 十月份到现在 阿里巴巴的股价呢 已经是上涨了十多美金 接近百分之十的涨幅 啊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 如果我身边啊 大家在二三线的城市的消费 主要是去到了哪里 或者是通过哪个平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衍生出来啊 到底是不是值得 去购买一个长期的股票 那么富人啊 的消费需求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般是定制化的啊 那么这些特定的定制化的需求 大家去看一下 有哪些股票是有的 那么再接下来的两类呢 又是一个啊 比较大的市场 一类呢就是孩子的教育 另外呢 一类就是我们长辈的健康和长寿 那么这一类呢 啊包括养老卷 包括澳洲的上市公司 IDP啊 是做教育咨询的啊 做教育类的 还有留学 那么这些行业呢 在未来 它的空间依旧是非常大 并且呢 增长潜力也是非常大 在这个行业里面 目前没有太多的 垄断公司的出现 因此呢 上市公司就最有可能 形成未来的一个垄断消费 并且呢 大家有十万块啊 父母有十万块 愿意花两三万 在孩子的教育上面 未来呢 这个大家收入 随着收入提高 国际化是也更大 那么对澳洲的 未来的一些教育投资呢 啊就会显得更有信力 那么这些公司 也会继续得到一个 全球社会资本 继续积累的一个利好 所以呢 我们其实呢 不是我们能力多强 而是啊 像十年前投资房产一样 最近一两年 投资股票一样 大家只是站在这个 社会财富增加的 最核心的啊 一个风口上 享受这个社会 一个行业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福利 最后呢 这就是大家呢 希望有个人的 一个品牌的提升啊 包括我们啊 包括现在抖音流行的这些啊 自媒体啊 或者是YouTube这些 那么这些呢 背后涉及的行业 产业链又有哪些 所以呢 大家未来啊 明年在做生意 或者做投资的时候 不妨参考这些 那么以前我们传统的是 买矿业啊 长期投在那儿 钱不动 那么这个在未来呢 它的高增长性啊 是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获得超额回报 一定要去抓一些未来 两到三年 比较有机遇的市场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还是今年啊 跟去年一直的主基调 就是国际啊 这些债券收益率倒挂 那么未来呢 可能在明年底 会出现金融危机 因为现在大家预期呢 降息把经济危机延迟了 啊 那如果是大家在股票市场 最近几个月有投资 问题还不大 但是呢 一定要一直保持着警惕性 像黄金股票啊 如果是黄金价格跌了 黄金股票价格也是会下跌的 但是呢 两者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啊 就是黄金公司的股票 本身呢 是能够产生价值的 你的公司每个月 每年都在赚钱啊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投资 也是可以把它看到比较长远 另外呢 最后呢 就是石油价格啊 如果是股市价格一直在涨的话 那么大家不妨可以 稍微买一点石油 因为石油呢 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预期 股票市场也是的 二者又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同时呢 购买石油啊 但还是依旧是那句话 持仓成本对我们是有利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持有的时间久一点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啊 那么大家如果是对我们之后 11月24号的活动感兴趣 在格伦威夫里 大家可以踊跃报名 03-8658-0603 是我们的报名电话 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么详细的报名链接 就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悉尼摩尔本各地的一个活动情况 感谢大家